本月,欧佩克加的现产协议到期 沙特、俄罗斯等国协商继续现产 沙特提议,在原现产协议基础上 再缩减产能,以拯救原油市场 但俄罗斯却并不支持,两国谈判破裂 沙特再次祭出屡试不爽的杀招 宣布增产降价,以迫使俄罗斯屈服 这一步合作博弈,直接导致国际油价闪崩 油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一桶 制造了黑色星期一 全球股票市场大跌 美股触发熔断 美国国债收益率创最低记录 接着,恐慌情绪不停蔓延 再次引发历史性暴跌 80年之前,沙特的开国国王怎么也想不到 这片沙漠底下的石油 能够给沙特王室带来如此翻云覆雨的权利 沙特至今依然是世界最为神秘充满矛盾的国家 这片土地上交织着美国人 犹太人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 世俗社会与伊斯兰宗教的冲突 君主制与国家现代化的悖论 还有石油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 1932年,阿齐兹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后 宣布建国称王 他用自己家族的名称 给这个国家命名为沙特阿拉伯 当时的沙特穷困潦倒,国力磊弱 但就在建国的第二年 沙特迎来了他的历史机遇 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来到沙特 提出在沙特开采石油的合作请求 当时的沙特国王和大臣们一脸茫然 他们对美国一无所知 况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这片沙漠底下会有石油 其实,美国人对沙特也一无所知 但工程师很坚持他们的判断 1930年,地质学家弗雷德·戴维斯 在巴林岛上发现了石油 戴维斯推测,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半岛 连绵起伏的沙漠底下 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美国人许诺 只要对方同意他们勘探 国王立即可获得3.5万英镑 18个月后还会得到2万英镑 如果真能找到石油 沙特还能获得石油销售分成 阿齐兹国王看过特取权协议后 同意签署合约 虽然他不关心石油 但是他缺钱 这份合约改变了沙特的国运 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时期 纽约时报用头版报道了此事 如果发现石油 相信会给整个阿拉伯地区带来变革 沙特国王对此并不抱有希望 他一再叮嘱标准石油的工程师 如果没找到石油 但找到了地下水 也一定要告诉他 石油勘探 一开始困难重重 由于当时的沙特 连螺丝钉都无法生产 每一个技术工人 每一台设备 每一个配件 都要从美国或欧洲运送过来 更要命的是 工程师花了几年时间 连续打了几口井 开采出来的石油 不过寥寥数千桶 1938年1月 地质学家及工程师们 正在开挖第七口油井 这口井的深度 已达4500英尺 但是 还是一滴石油都没有 这时 公司做出决定 缩减在沙特的投资 不再钻探新油井 到了三月 工程师只能无奈地打完 这最后一口井 于是 又往下打了200英尺 他们发现了石油 令人欣喜的是 7号油井的产量 每天可达4000桶 半个月后 石油还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不久 工程师们 又发现几个大油田 一直延伸到波斯湾 这时 国王才意识到 沙漠下面的石油 才是沙特真正的宝藏 1939年 5月1日 加州标准石油 决定把项目公司总部 设在沙特达栏 阿奇兹国王及王室成员 前来庆贺 国王亲自扭动了 石油管道的开关 这标志着沙特的 石油工业起步 也标志着沙特 开始以特殊的方式 影响着世界 1939年9月 二战爆发 石油需求 日渐扩大 1940年 沙特每天向世界输出石油 打2万桶 但是 意大利的轰炸机群 将炸弹雾投到沙特的达栏 炸毁了一些设施 美方为保险起见 撤走了 大部分美国工人 关闭了沙特游警 这让正准备借助石油 大干一场的沙特 停下了脚步 战后 西欧各国重建 经济急需复兴 石油需求暴增 美方控股公司 决定引进其他几家公司 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 以获取更多资金 重启并开发沙特石油 这几家美资控股公司 江源项目公司 更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简称阿美石油 1947年 阿美石油的日产量 高达20万桶 阿美石油 开始大规模的新建石油管道 深水港口 机场 沙特王室 也一夜暴富 仅1946年 国王就从阿美石油 获得大约1500万美元的收入 1953年 11月9日 阿奇兹国王去世 费萨尔继位 1960年 沙特与委内瑞拉 共同创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欧佩克 欧佩克创始之初 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 一是价格联盟 通过控制石油产量 来控制石油价格 二是石油国有化 当时 沙特和委内瑞拉 是世界最大的两个产油国 加上科威特 伊拉克 伊朗 欧佩克控制着 80%的世界出口石油量 欧佩克成立的最初十年 产油国语义未封 还需依赖欧美技术 这个组织尚未发挥威力 1968年 阿美石油在沙特 发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油田 预计石油储存量 高达140亿桶 1970年 美国德州的油田产量 开始下降 但石油需求 却是与日俱增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 世界石油产量 大多数都将落入 欧佩克手上 1971年 沙特开始借助 欧佩克之手 与美英法日等 国际石油公司谈判 最终将每桶原油的价格 提高了35美分 就这一次 微小的提价 让沙特看出欧佩克组织 作为价格联盟的威力 进入70年代 美国在冷战中 且战且退 尼克松试图通过外交 扭转局势 拉拢中国制衡苏联 尽量避免中东冲突 另外 就在1971年 尼克松宣布 放弃金本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国际金融市场及美元 遭遇巨大冲击 美国不得不为美元 找到新的锚 也就是石油 美国与欧佩克达成协议 欧佩克石油交易 以美元结算 此举有助于 美元币值的稳定 但反过来 美元容易受制于石油 如果石油价格 大幅度波动 美元汇率将遭受冲击 1973年 石油价格快速上涨 欧佩克与国际石油公司 在维也纳召开会议 试图调整油价 但就在会议前两天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 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会议开始时 埃克森和翘牌公司 提价15% 但是 沙特表示 欧佩克希望提高100% 最终双方 未能达成共识 在战争中 陷入被动的阿拉伯国家 希望借助石油 给以色列及美国施压 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 欧佩克单方面决定 将原油价格提高70% 达到每桶5.11美元 除了提价外 欧佩克宣布石油减产 每月减产5% 并对美国及其盟友 实施石油禁运 直到战争达成 满意的结局为止 当时的沙特日产量达840万桶 占全球石油出口量的21% 其实 当时的沙特 并不希望 对美实施石油禁运 也并不愿意 将石油与战争 混在一起 但是 沙特加在美国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之中 根本无法脱身 1973年12月 欧佩克尝到了操纵石油的甜头 决定继续提价 伊朗试图将油价提高4倍 即17至20美元 沙特则认为提价幅度过大 将破坏全球经济稳定 不利于欧佩克的长远发展 最终 欧佩克决定将油价提高到11美元一桶 这两次大幅度提价 直接引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美国经济立即陷入智障 高通胀 高失业 以及经济衰退 这场危机一直延续到1982年 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 如此之高的油价 自然不利于沙美之间的关系稳定 1974年3月 沙特政府取消了对美的石油禁运 条件是 美国答应出售精密军事武器 仅仅过了两个月 沙特提出 考虑将阿美石油公司 变为一家纯粹的沙特公司 此时的美国政府 正被智障危机 搞得焦头烂额 不希望欧佩克再次提价 所以 美国大使 向阿美石油的美方股东 传达了联邦政府的态度 双方 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沙特政府的持股比例 增加到60% 1975年3月24日 菲萨尔国王 在私人办公室 被自己的侄子连射三枪 随即身亡 菲萨尔为何被侄子射杀 一直是个巨大的谜团 菲萨尔去世后 哈利的王储继承王位 在1976年3月 沙特政府顺利地买下了 阿美沙特剩余的全部股权 自此 阿美石油 最终成为一家 完全的沙特石油公司 自1933年 加州标准石油 进入沙特勘探开始 这家石油巨头 是这个石油帝国最初的缔造者 沙特一代代国王 及能臣 以谋略与耐心 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从美国人手上 获取了完全的控制权 一直以来 沙特王室 对美国及美方股东采取的 张弛有度 软硬兼施的外交策略 堪称教科书级别 1980年 两一战争爆发 这场战火 在中东 燃烧了八年之久 霍梅尼和萨达姆 将这两个原本相对富有的国家 拖入了 死亡与贫穷之中 1982年 哈利的国王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法赫德继承王位 不过 法赫德 似乎时运不济 刚执掌大权 国际油价便开始下跌 这一年冬天 美联储主席沃尔克 成功控制通胀 美国从此走出了滞涨危机 美元走强 国际资本 放弃石油及大宗商品 纷纷涌入美国 购买金融资产 此后 美国经济快速复苏 持续增长 但石油价格 却快速下跌 为阻止油价下跌 欧佩克 开始多次减产 1983年 到1985年 沙特将石油产量 从每天1050万桶的高点 削减到每天 220万桶 不过 一些欧佩克国家 为了获取更多收入 并为严格履行 减产的约定 背地里 偷偷增产 1986年初 在欧佩克会议上 抗疫无果的沙特 反向操作 宣布阿美石油 无限量生产 此举引发 油价自由落体 短短4个月 从每桶32美元 下跌到不足10美元 沙特试图通过价格战 逼迫欧佩克团结一致 现产提价 1988年 沙特阿拉伯 国家石油公司成立 以接管云阿美石油的 所有资产及经营权 从此 阿美石油 被称为沙特阿美 沙特阿美 几乎继承了 原董事会在内的所有制度 它依然是一家 美式管理方式的 国际石油公司 这无疑是 难能可贵的 沙特王室 一直坚持利益至上 最大限度地避免 被意识形态 及政治姿态所击败 这是值得 中东及亚洲国家 所反思的 进入21世纪后 原油紧缺焦虑 持续升温 油价不断上涨 2008年7月 国际油价达到峰值 从2002年的 每桶19美元 涨到了145美元 作为全球唯一的 石油超级大国 沙特开足产能 阿美石油的日产量 达1250万桶以上 这时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石油缺口巨大 时间来到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油价开始回落 不过 因为各国央行 超发货币就是 基建狂魔启动 导致石油价格迅速反弹 并长期维持在 每桶100美元以上的高位 然而 随着经济刺激减弱 国际油价开始下跌 到2014年11月 每桶跌至73美元 当然 造成油价下跌的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美国爆发了 页炎气革命 美国实现了石油自给 从原来的进口国 转变为出口国 美国的页炎气革命 以及金融危机 改变了美国的国际战略 美国重返亚太 沙美关系 竞争程度加剧 美国页炎气 成为了沙特提价的 一道高压线 这时 沙特试图让欧佩克 限制产能 提高油价 但是 沙特不想重复 80年代的错误 自己单独限产提价 其他国家 却扩张产能赚钱 沙特说服了委内瑞拉 拉拢欧佩克之外的石油国 与欧佩克一起 减产提价 他们决定邀请俄罗斯 墨西哥等石油国 一起参加 欧佩克会议商讨 但是 2014年底的欧佩克会议 并未达成共识 俄罗斯墨西哥 都希望 沙特能减产提价 好让他们搭便车 沙特寄出了 当年反向操作的策略 取消产能限制 让油价暴跌 以逼迫俄罗斯就范 消息公布 当天国际原油价格 下跌7% 到2016年2月 国际油价 降到了历史低点 27美元一桶 这次油价下跌 重创了 所有产油国 经济早已不堪重负的 委内瑞拉 被击溃 俄罗斯因油价下跌 外汇亏空 颅布崩盘 经济陷入困境 但就在此轮 油价下跌之前 中国与俄罗斯 签署了一份 4600万吨的石油大单 协议总价值 高达2700亿美元 合同期 为25年 当时 油价 在100美元一桶左右 中国向俄罗斯支付了700亿美元的预付款 国际石油的采购价 通常随行就是 若按现在30美元一桶的油价来说 这比700亿美元的预付款 基本可以抵扣全款 这次油价下跌 同样打击了美国石油商 由于液延期成本比较高 油价下跌导致大批相关企业破产 此时的沙特 确实有足够的底气 因为阿美石油的开采成本 是最低的 同时沙特王室 还储备了 8000多亿美元的现金 油价下跌 让产油国不堪重负 最终俄罗斯等国 与沙特主导的欧佩克 一起组成了欧佩克家 决定现产提振油价 这是自2008年以来 第一次减产提价 之后油价缓慢上涨 时间来到 2020年3月 显然 这份现产协议到期 欧佩克家 决定在维也纳开会商讨 此时 全球经济悲观情绪蔓延 会议期间 国际油价下跌到 41美元一桶 创下了现产以来的 最低价格 沙特希望在现有基础上 再度大幅减产 以拯救油价 但俄罗斯只能接受 现有的减产力度 最终会议谈崩 沙特再次祭出 曾经的杀招 增产降价 逼迫俄罗斯就范 沙特阿美随即宣布 4月起 沙特的原油供应量 将大幅提高至 每日1230万桶 消息一出 引发国际原油闪崩 跌幅达 30%左右 国际油价下挫到 30美元一桶 油价闪崩引发了 国际金融市场大地震 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随后 全球资本市场在一周内多次暴跌 多国股市触发熔断机制 恐慌情绪蔓延 美股进入技术性雄市 此次不合作博弈 是俄罗斯 沙特和美国的三国演义 俄罗斯希望产能和油价 维持在中位数 即在美国液延期的盈利之下 本国石油商的盈利之上 而沙特希望大幅度减产提价 以获取最大收益 美国则希望将价格提至 液延期的盈利线之上 价位决定了三国的利益关系 沙特能否顾忌重演 迫使他国在某一个价位上 达成共识呢 当然 也许更多人关心的是 石油崩盘是否触发 新一轮经济危机 80多年前 阿奇兹国王怎么也没想到 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底下 居然蕴藏着 无尽的财富与权力 最近百年 石油国家 如委内瑞拉 伊拉克 伊朗 科威特 利比亚 或陷入资源诅咒 或被战争拖垮 几乎没有一个 善始善终的 沙特算是个例外 沙特王室 在美国与阿拉伯世界 世俗政府与伊斯兰教 均主制与现代化之间 将平衡数 弯转到了极致 今时今日 这个国家依然充满着 神秘 矛盾 与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